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又昌 欢迎收看亲子互动影片 在家也能玩 打开电视就可以玩 各位亲爱的家长 以及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柳树婆婆 我旁边这一位呢 是Kiki妈妈 她今天来帮我当小助手 我们今天要教的是 做一个沙草杯垫 沙草是很多公园立地 都有种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植物 它可以种在水里 也可以种在陆地上 都会活得很好 所以公园很喜欢种它 所以我们要取得这个 没有那么难 而且公园会很常要 很大量地把它砍除掉 当公园在砍除 在晒的时候呢 你就赶快去收 收回来自己晒一晒 就可以做了 所以它的取得是非常地容易 那它可以做成什么 我们今天只要做成杯垫 可是实际上它也可以做成一个 像这种杯套都可以 它本身是很长的 当你踩收下来是非常长的 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做杯垫 所以我就把它剪短 剪成这样一把一把的材料 所以我们只要把材料拆开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动作呢 好 我们开始了 来 拆好的 拆起来的一根一根的 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 用美工刀把它剖开 如果有指甲呢 可以用指甲就可以 可是因为柳树婆婆没有指甲 所以我就必须要用这个刀子 把它剖开 从中间剖开 剖开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剖开了 把它剖开 好 剖开之后呢 我们就要压平 如果有桌子的话呢 我们就在桌子上面 要在平的桌子上面 用这个推 把它推一推推平 你们现在看到桌上的都是 我们刚刚已经在这边先作业好的 如果你在推的过程里面 有些破掉的 像这个有点破掉 没有关系喔 因为这个不影响到等一下要编 所以这个一样是可以做的 推平了之后 我们就一片一片的推平 那看你要做多大 这个呢 都是我们刚刚推的 这一堆就是我们刚刚 我跟Kiki妈妈已经推好的 推平了 推平了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要把它挑软的跟硬的 因为它是草 它不可能都是一致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它推平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去挑比较硬的 挑四根 因为我们有四个边 所以可能我们要挑四根比较硬的 好 好 这一根也比较硬 好 四根挑出来之后呢 好 其他的材料我们要请Kiki妈妈 可能要帮我 我们在这边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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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把它弄比较硬的边边 因为这边你可以看到 旁边这里等一下拉绳子收边 那这个收边的时候啊 如果你这边炒太软的话 它就会缩起来 它就会缩到边边 这个是那那个硬的软的 就是你用手去摸就好 用手摸 感觉到它是硬的 或是软的就知道了 好 那 这个是小朋友剪的 他很好玩 他跟我说剪这个叫做凤梨 所以当你做完怎么剪 还有颜色 它颜色会有不同 其实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就是草 草就是很自然的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没有关系 好 剩下的我们现在来编呢 嗯 编这个非常的简单喔 但是也有点小孩子要想一下 那家长在做这个的时候 可能你要思考一下 就是让孩子有等待的机会 不要说 就是这个这样穿这样穿 不要教他 请让他自己来 你也可以让他看着这个说 他的道理呢 就是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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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编织一样 那编织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 一上一下 来 屁毛毛毛 来 可能就是一个上一个下 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上一下 真的才这样 好 我刚刚说到它硬的要放在边面 所以硬的另外分开 我们软的放这边 好 先一个上一个下 那第二个 小朋友你觉得第二个要放哪里 我第二个 你也不用 一定要一样胖或是一样瘦 都不用 不用喔 你只要想好说 嗯 我应该怎么放就好了 胖的瘦的没关系 我们只要拼起来 边边是一样长就好了 好 再来一个就是上 好 再来第二根要放哪里呢 来 我们再来把它 这个你看啊 小朋友你看这边 你看下面一边 一个上一个下 对不对 我第二根要相反 刚好跟它是相反 我第二根要从这边塞进来喔 所以我就要把在下面的这个搬上来 把在下面这个搬上来 然后这个再塞进来 把它塞进来靠近喔 它们要相亲相爱 要黏在一起 好 这样子就是一个 四个边 好 再来呢 我们再来弄一个 我再一根要往这边塞进去喔 那一样喔 一个上 一个下 等一下 我们让小朋友先想 哪一个要拉上来 所以小朋友你觉得 应该要从哪个先拉上来 现在这个是在下面 所以要把下面的这一根往上拉 往上拉 然后再把它塞进去 好 现在已经几根了 好 这边三根 这边两根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放哪里 好 我们再转个方向 Kiki妈妈我们转个方向 这边比较长 好 我们现在要换另外一边 我现在要编的是这一边 好 我要加进来喔 我要再加一根 我再挑一根来加 好 我要再加一根 一样喔 看一下 上下这一根 我要从这边塞进来 好 那你看 上下上下 哪一个在下面 把下面的搬起来喔 看着它隔壁的 这一根在下面 这一根在下面 所以 请把这两根搬起来 好 我们再把这个塞进来 好 一样要相近一下 要挤得很紧喔 好 好 这边三根 这边三根 那我要再加一根 一根 请问要从哪个方向加 好 我要从这一边加 我这边再加一根进来 好 一样我要把上 把压在下面的那根搬起来 所以我们看这一头 我要从这边塞进来 就要看这一边喔 我要从这边塞进来 就看这一边 所以我现在从这边塞 好 压在下面的搬起来 把压在下面的搬起来 然后这一根就赶快塞进来 塞进来 一样把它塞在边边 相亲相爱 好 很好 再来呢 我们现在要塞这个方向 我们就看这个方向 现在四根了喔 更多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四根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 一样喔 你看我要塞这个方向 那最边边的这一个 哪一个被压在下面 这一根 很好 Kiki妈妈好聪明 好 我们把这两个搬起来之后 好 再把这个塞进去 所以啊 爸爸妈妈如果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忙小孩子 就是做压的那个动作 然后这个排列的部分 可以让孩子自己来 我们可以指导他一下该怎么弄 带孩子自己来动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 上上下下的这个动作 好 这个时候我可能要收边 那收边怎么办 因为我觉得我的宽度 大概跟这个差不多就好 我不用太大 因为杯子 我们如果假设这个杯子 要放上去 那个宽度够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大概量一下 欸 已经差不多了 我再一片就够了 所以我就要找出 我刚刚拿出来的 比较硬的来收边 好 我们先收 这一边好了 这一边也可以收边 如果你觉得说 欸不对啊 这边比较长这边比较短 我是不是应该 从这边塞进来 好那我们就转过来 好我们就转过来这边 我要收这边 好 一样喔 这一头的 我要从这边塞进来 请问 哪一个被压在下面 这个 这个 对不对 好我们拉起来 好 然后这一支 赶快把它塞进来 塞进来 塞进来 好塞进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向喔 欸 这一边的好像够宽了 可是这一边还不够 所以我还要再加这个边 我再把它转过来 好 紧紧把我压这边就好了 好 那我要 一样要找硬的喔 这个锁我就要找硬的喔 好 来 我要加这个边 这个 跟这个 是被压在底下的 把底下的翻上来 好我们压进来了 这样宽度够不够啊 Kini妈妈你看一下 这样够不够宽 还是要再加一根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了耶 可以了齁 那我们就来收边喔 你觉得这个比较胖 这个比较胖 所以这边会比较宽 这边感觉比较窄 我们再找一根瘦一点的 不要太胖的 我们找一根瘦一点 好这一根比较瘦 那我们就从这边把它塞进去 一样喔 把下面的捞上来 把下面的那个 下面 对 这个下面也要捞上 这一根 掉下去 好这一根过来这样子 好 塞进来了 这样有没有比较宽一点点 有喔 有喔 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 对不对 编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收边 收边就要麻绳 绑绳子的方式呢 跟我们在编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是一上下 一样把下面的挑起来 好这里是头的话 我们要留一个线头 等一下要打结的 然后下来之后 我们要下边这一条喔 那一样把下面的挑起来 好然后走到这里 这里压上面 这里呢再把它挑起来 我们把它穿过来 好在这个 我们再把它挑起来 好再绕过来 好了到了这里 我们稍微往里面推一下 好一毛帮我压住很好 然后再来我们转向了 好一毛帮我压这边 好我们到这里之后一样喔 好我们那边不用压 这边呢我们压从这个地方再转脚 转脚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要把 一样把它拨起来 穿过来 然后这个是压上面 好然后这个呢 我们再拨起来 再过来 这个再把它拨起来 一样过来 好到这里之后 你看一样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的过来 到这边我们要做什么 还要再转一次脚 好再转一次 来 好这个时候 妈妈可能就要帮她绳子压紧 压紧之后呢我这边会拉 因为一定要拉紧 所以我们会把绳子拉紧 拉紧之后 我再绕到这边喔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方法 好我们把底下的拉上来 穿过来 好这个是压上面 这个拉起来 拉上来 这个在上面 好这个我要拨起来 好过来这里 有看到吗 一次一上一下 好很好我再拉紧 我们还要再干嘛 再转一次方向 好 好 来转过来 好一样把下面的拉起来 破掉的没关系 我们一样穿过来 好 拉起来 再拉过来 好 这个是在上面 我们现在在转向的时候 这是第二圈 那第二圈的绕法是一样 可是因为我们线头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跟线要有个交叉 所以我要把头的线拉起来 这个线再放上来 这样才可以继续到下面那一圈 好我们转过来 谢谢 来 我们转过来的时候 要注意看 这个地方 这个线一定要把它压在它的上面 然后我们一样是从上面 跟刚刚相反 现在在下面的要上来 所以这一支是被压在下面的 它要拨起来 好 这个要拨起来 好 这个再拨起来 好 我们就这样穿过来 有没有刚好跟它相反 那每一条绳子是不是刚好 就线交叉交叉交叉 就把它压在一起 好 再来我们再转向第二圈 好 第二圈 有没有看到这一条线 一样把它拉紧一下 好 一样喔 我现在在相反的方向 这里穿过来 到这里 好 这个穿过来 好 到这里 好了 到这里 再穿过来 好 再把它拉紧一下 到了这里 一样反方向 刚刚麻绳 要看麻绳喔 麻绳在上面的 我就变成在下面穿过去 要从下面穿过去 好 这一层麻绳在下面 我要把这个拨起来 要穿过去 好 这一层也是一样 把它穿过去 好 就这样穿过来囉 好 好 OK 好 这个破的不用担心喔 它还是可以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剪掉 好 再下来最后一段咯 下 上 过来 一样把下面的拉起来 一样把下面的拉起来 这条身子拉过来一下 好 来喔 我们这里一样是下 上 好 这里一样是上 这个一样是下 好了 我们到这里结束了 结束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翻过背面 然后就在这里打一个死结 打死结 小朋友会吗 其实 通常家长的角色就是只要把它压着就好 要怎么穿怎么弄就让孩子自己来 如果它中间有错了 你可以提醒他一下 这样是对的吗 这样就可以了 尽量让小孩自己来 这里打一个死结 打完死结就好了 如果家里头有白胶 或保力龙胶 在结的上面点一下 那不点其实也没关系 把剩下的线就剪掉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 OK 那剪边呢 再来就是剪边了 我们拿剪刀剪边 但是看一下 这些小朋友剪好的 跟我说 这个是凤梨 我觉得还不错 那有的就很乖乖的 就把它四个边剪完 就是这样 那我也曾经遇到小孩子 她说 把两个边剪完了 她觉得我绳子还有剩 她把两个边剪掉 这个边剪掉 这个边剪掉 她说我还有剩下的绳子 她怎么样 她把两边折起来 她就把它绑起来 把两个边绑起来 这样叫一艘船 也很可爱 我觉得小孩子创意 其实是无限的 那他们要怎么做 后面收尾 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 做完之后 我现在很规矩的 把它剪成一个正常的杯垫 我们直接把它剪掉 这样子我们如果放在桌上 放一个杯子 这就是一个杯垫 那你刚做完 你做大一点 也可以放锅子 除了这个可以编以外 还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 你看我们有对过的发票 我们如果是对过的发票呢 你看起来它就没有用了 反正就没中奖了 可是这个纸张丢掉又很浪费 那我们就拿来编 这个是前几天 一个四年级的小朋友编的 那就可以拿成 这样子也是一个杯垫 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呢 如果小朋友画画一些 AirPods不要的 也是可以拿来用 可是它编起来是白色的 那其实也可以编完之后 让小朋友在上面做画 这也是个办法 所以其实 一样的编法 我们有些素材 也可以从家里头 不要的东西拿来用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要用沙草呢 第一个它是 非常好的自然素材 而且公园绿地 常常是丢掉不要的 那 妈妈在带孩子 去寻找这个材料之后呢 其实就在公园里面散步 然后寻找完材料 我们还要工作 还要跟孩子一起动作 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媒材 不管你去逛公园 你去寻找 你可能要拿土去对 是不是这棵植物 你对完了之后呢 你回来 还可能要晒干 晒干之后 你还要剖还要切 你要量多长 你如果要做大一点 要量得更长 再量的这个过程 有没有带入数学课 所以其实 这个是可以有自然 有数学 有各种方面的 可以让孩子去学习的 而且自然素材中 它是有温度的 有美感的 还有加上小孩子有触感 他会摸摸它 它硬的 它软的 各种感觉都会出来 除了视觉 嗅觉 因为它是草 其实它是有味道的 所以其实孩子的武馆 可以打开 这个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一个 所谓松散素材 那这个在做亲子教育方面 是非常好的一个媒材 我们今天就交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好 大家觉得今天的课程好玩吗 欢迎加入 金融市教宝资源中心的 脸书社团 掌握最新的课程资讯 让我们与家长一起 来陪同我们的孩子们 快乐成长 下次见